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悟空压到斩妖台千刀万剐 这孙大圣被众天兵压到斩妖台下 绑在降妖柱上 可是 无论天兵天将用刀砍 用斧舵 众神放火来烧 雷布众神用雷击打 因为孙大圣吃了盘桃 又到了仙丹 成了金刚之体 所以都伤不了他 最后 太上老君把孙悟空带回兜帅宫 扔进八卦炉里 想把它炼成灰 没想到 悟空在里面蹦来跳去 无意中跳到训弓的位置 这里只有烟 没有火 所以 悟空不但毫发未伤 还练就了一双火眼金金 炉火烧了四十九天 太上老君觉得火候到了 就命童子开炉 谁知 炉门一开 那大圣搜的一下 跳了出来 一脚踢倒了八卦炉 把腿就往外走 慌得那看炉子的盗人 童子都围了过来 却被孙大圣一个个放倒 老君赶上去抓了一把 被他一甩 弄了个盗栽葱 悟空脱身走了 接着 悟空一路打到灵霄宝殿外 众神都赶来 把大圣围在中间 大圣一点都不怕 摇身一变 变成三头六臂 把金箍棒一晃 变成三根 六只手使三根棒迎战 吵闹声 打斗声 惊动了玉帝 玉帝得知无法收拾大圣 马上传指 派游义灵公和义胜真君二人去西方 请如来佛祖前来降服妖猴 如来佛祖被请来了 他来到灵霄宝殿外 微笑着对正在打斗的悟空说 我是西天极乐世界的石家慕尼 不知你为什么这么霸道 悟空说 我是花果山的灵仙 我有七十二般变化 还会驾金斗云 一个金斗云就是十万八千里 修成了长生不老的仙法 想坐玉帝的宝座里 如来佛祖说 既然你的金斗云厉害 我们打个赌吧 如果你能翻出我的手掌心 我就叫玉帝让位给你 悟空当然不相信 于是他站在如来佛祖的手掌心上 大喊一声我去了 说完他翻了一个金斗 转眼就无影无踪了 悟空不记得翻了多少个金斗 正跑着忽然看到面前 有五根大柱子支撑晴天 就以为到了天边了 他便出一支毛笔 在中间的柱子上写下 祈天大圣到此一游 接着 悟空在第一根柱子下撒了一泡猴鸟 这才驾去金斗云 回到如来佛祖的面前 如来佛祖说 回头看看 你离开过我的手掌心吗 悟空回头一看 发现自己写的字 竟然在如来佛祖的钟指上 他的拇指缝里 还有喉尿的气味 悟空大吃一惊 转身就要逃跑 如来佛祖将手掌一翻 把他推入凡间 手指变成金 木 水 火 土 五座大山 将他压在山下 从此 孙悟空就被压在五行山下 直到五百年后 唐僧去西天取经 路过五行山 把他解救出来 他变成了唐僧的徒弟 抱着唐僧去西天取经 更多精彩学习内容 请关注乐乎汉语 我们真正正正的损抗 由 � 崔 Research 教育 佛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